当地时间9月18日晚 美国佐治亚警方在某公寓内发现了一具女尸 今初步调查死者是佐治亚理工的中国女留学生 而涉嫌杀害她的嫌犯正是其男友 目前仍然在逃 据了解嫌疑人曾是狙击手 身上带有枪支脾气暴躁 曾在死者生前对其进行精神虐待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